噔噔噔噔 大話精馮京恩有出動了 因為港大校長馬菲森維西 身為上一任學生會會長 搞到港大納納亂的馮京恩 當然要出來comment一番 不感謝校長已經預料了 但仍然死性不改 講完這麼荒謬的言論 香港大學的價值正在受到不同方面的侵蝕 我看不到它有什麼汗衛 香港大學走開一點 講的狗不答白 嘩 又是核心價值 經常以為搬這個名字出來 就曬到別人的牙 什麼叫無捍衛核心價值 到底校長無捍衛到港大核心價值 還是無捍衛到你馮京恩的核心價值 馮京恩你做過什麼好事 大家有眼看 你帶頭出入校委會議裡 疑似禁固委員 炒禍了檔灘 又說謊 煽動學生圍堵下位 在校園發起暴力衝擊 還大大聲叫學生一起打倒李國章 還有最經典是誠信破產 違反保密協議大爆校委會議內容 好心你啦 這些是不是就是你所謂的核心價值 霸道道要校長捍衛 是不是你這些行為價值 查實李馮京恩 才是破壞港大核心價值的罪魁禍首 教而不善 爛尼不想病 說到尾 如果港大多幾個馮京恩 這些又暴力又浪禮的學生 相信誰做校長 都有可能爆血管 提早辭職 最爆笑是 馮京恩說 對校長的辭職覺得失望 哈哈 真是蠻蠻 查實全香港市民 最失望的 就是港大出產了李馮京恩 這些這樣的學生 下次再見 下次再見 字幕提供